又看不上人家 又让人家做这个做那个 自己没有一点贡心 还口口声声 花你那点钱干什么 你是个男的 你怎么说得出口 而且他妈的话 也让我非常的惊奇 你看我的儿子这么年轻 就赔了他三年 而且你还是干那种职业的 会把我儿子带坏的 难道我落点实惠 还不应该吗 视频中这个被徒累怒斥的男生叫小刘 他和大自己六岁的女友小陈 在一起三年了 可在这三年里 小刘一直无所事事靠女友养着 如今要结婚了 竟还想在女友出钱买的房子上 加上自己的名字 而母亲嫌女友小陈年纪大 更是百般刁难 男友和准婆婆的一系列奇葩行为 让小陈十分的上火 忍无可忍下决定上节目讨个说法 你在哪儿花她的钱吗 实话实说 我花点钱怎么办 其实花点钱无所谓 但是我为什么要花钱不讨好呢 费力不讨好呢 正常结婚的话应该是男方买房子 写女方名 为什么我买 我花钱买房子还要写你的名字 是你娶我还是我娶你 那不是咱们两个过日子吗 再说了 咱们两个过日子 难道我就得给你买房子吗 你妈说让我买房子 然后写你名字 我还得给你家买房之地吗 好家伙 一个大男人吃软饭 竟能吃得如此理直气壮 如今心安理得的花女友的钱 不过小陈坦言 给男友花钱倒是没什么 可男友和其母亲理直气壮的态度 让她十分不舒服 而这位准婆婆更是十分的有心计 以便让儿子拼命花小陈的钱 以便瞧不上小陈的工作 她妈侮辱我的朋友圈 说我的朋友都是不三不四的朋友 然后她妈说 我利用我的金钱 利用我的优越条件 牵制着她儿子跟我在一起 都说一山不容二虎 可这还没成为一家人呢 准婆媳之间就有如此大的矛盾 不得不说小刘的母亲 实在有些无理取闹 即使在不买一准儿媳的工作 也不应该肆意造谣 然而听闻女友对母亲的控诉 小刘却十分的理直气壮 还以为小刘多少会站出来 替女友说两句话 没想到她竟然是在一个劲儿的 替母亲开脱 张口闭口我妈我妈 话里话外都在指责是 女儿小陈过于斤斤计较 可令人好奇的是 为什么一提到钱的事 小刘就是一脸的不耐烦呢 不难看出 花女有钱是小刘的软肋 这样的感情也不知道 小陈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又要养着男友 还要受着准婆婆的气 真是两边都费力不讨好 可对于女友的指控 小刘却不情愿了 没想到小刘吃白饭竟然还有理由了 人家小陈还没嫌弃起你呢 你倒直接嫌弃起人家妈来了 不得不说 小刘也真是勇 竟然就这么猖狂的讽刺起了准岳母 那听到自己妈无辜中枪 就小陈的暴脾气能忍得了了 当即就给队回去了 真是火药味十足 小陈这嘴也确实挺厉害的 直接对的男友就是一个哑口无言 眼看着局面越演越烈 主持人连忙打起了圆场 她母亲认为你是拿钱控制她 那就别给她花了呗 跟她妈说一下不就完了吗 这她妈根本就跟我就不沟通 没有办法去沟通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花钱不讨好 不花钱怎么又没法沟通了呢 难不成是因为小陈脾气太火爆了 对准婆婆的态度上不太友好 才使得两人沟通有障碍的 但接下来小陈的一番话 才真是让人觉得没那么简单 给她妈买一些礼品之类的 然后她妈每次都是把礼品接过去了 然后带搭不洗脸的 把礼品放在桌子上之后 往凳子上一坐 两个小腿包一搭 面无表情 我怎么在她家待 而且就是一句最难听的话 我去她家有几次了 她妈绝口没说 你在我家吃口饭呢 什么的 她妈连这句话都没有 我连她家饭碗都没见着过 哪有这样的代客之道 还真是长见识了 难不成她是想给准儿媳一个下马威吗 但也不能每次都这么搞吧 礼都收了这么多次了 竟然连口饭都不带管的 都说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浅 也不知道都一大把年纪 当准婆婆的人了 她是怎么好意思的 正说着呢 没想到小刘妈宝南的瘾 就又上来了 那我已经跟你写出了很多次了 我妈是担心 你在我家吃不习惯吗 有什么可吃不习惯呢 我妈不会做饭吗 我妈在家做饭我能够吃 你妈做饭我为什么不能吃 突然觉得小刘有这么大的脾气 也能理解了 毕竟小刘的理由也太过牵强了 难道吃不惯就不用吃了吗 那如果她妈真的有诚心的话 害怕准儿媳吃不习惯 多做几个口味的不就行了 至于这样假惺惺的吗 准婆婆的意思 小刘岂会看不明白 但她毕竟是自己的长辈 小刘对此也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但接下来的一件事 才真是让小刘觉得忍无可忍 她有一次说她妈住院 然后呢她给我打电话说她妈生病了 然后呢我在医院找人 然后呢去安排病房去安排住院 而且花销 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 她妈在住院的时候 对我还有一点笑脸 那她母亲离开了医院出院了之后 热翻脸比翻书都快 回家就说我的不是了 所以我安排的病房 环境又不好了 条件不好了 一个双人间 还有什么好环境吗 不得不说 这小刘妈多少有点太不要脸了 得了便宜还卖怪 生个病自己一分钱没套 人家小陈跑前跑后的忙活 结果她倒好过了河就拆桥 一点情面都不讲 但就这还不算完呢 小刘下面的话 才真是让人三观乍列呢 我妈常年的失眠 你说你给我妈找个房间 找个两人间 两个病人让我妈整个睡啊 这可真是个大笑子 自己不出钱也不出力 啥事都让女友来 搞得好像生病的是小陈的亲妈一样 合着她的笑就仅限于嘴上功夫呗 也不知道听着男友恩将仇报的话 小陈又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那八个人的病房人都能住呢 四个人病房人也能住 两个人的病房人你妈就住不了吗 我问问啊 她母亲住院都是你安排的 钱也是你花的 住院的所有的费用 还有我找的人找的专家号 然后所有的病房都是我去安排的 我给她安排 我就是说怕她母亲嫌吵 四人间我都没给她安排 我安排的是双人间 难道说像她这么说的话 我还要给她母亲建立一个医院吗 这小陈说的也没毛病吧 她妈又不是什么豌豆公主 哪那么娇贵啊 还想住单人间 医院的病房有多紧俏 她又不是不知道 这么挑剔不就是想着反正自己不掏钱 白捡着的便宜不赚白不赚呗 正当众人对于小刘妈 这种爱占便宜的劲儿 已经见怪不怪的时候 小陈却直接爆出了这样一件事 震得众人不由的是瞠目结舌 因为她家的条件是一般 然后呢 那个时候我找了买房子 毕竟我比她大 然后呢 她家说了 没有那个条件去买这个房子 而且我跟我父母协商了 这个房子由我来承担这个房钱 然后我去买房子 后来她妈说了 我买房子 还要写她儿子 这是什么逻辑 小刘妈的这番操作 还真是让人长见识了 听说过要给儿子买房娶媳妇的 哪听说过娶个媳妇 还要求别人附带送过来一套房子呢 他们这哪是娶媳妇 这分明不就是嫁儿子吗 买房的钱都没让他们出 就能白白娶了个媳妇 不半夜偷着乐就不错了 竟然还想让人家的房子写自家名 这算盘打得隔壁声 都能听见响儿吧 不过提到买房这茬 小刘可就蹦不住了 小刘一个大男人 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有脸说出来这些话的 这时候知道自己没理了 还说她妈害怕她受伤害 一天到晚都是她妈说的对 那直接跟她妈过不得了吗 还来这纠结啥 听到男友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小陈气的心脏病都要犯了 为什么我买我花钱买房子还要写你的名乱 是你娶我还是我娶你 这个谁能不记 像小陈这样事业有为的小老板 什么样的找不着 本身嫁给小刘这样的穷小子都算委屈了 但他一直大大咧咧的也没计较太多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拿小刘当家人 结果人家却向母子联手直接摆嫖走他的房子 这能不让小陈心寒吗 可虽然小陈这人嘴上厉害 但却是个既吃不计打的主 这不接下来就又上了小刘家的当 还有一次是他妈让我帮他弟弟去找个工作 然后我就把他弟弟安排在我这 安排在我的酒吧里上班 但是说在上班期间 他绝对是好吃懒做 带人一帮朋友去我们家玩 然后呢跟我说 姐啊我这帮朋友的那个钱你别要了 我一人再再三的去给他签单面单 不是说一个单两个单的事 这小刘妈真会算计啊 合着在他们家就是一人得到鸡犬升天呗 难道当他们家的儿媳妇 就得把他们家所有人都得伺候 男友表示结婚前两天 新娘直接消失 打电话拉黑 发消息不回 而且自己找到准丈母娘家 丈母娘连门都不给开 不开门自己也不能直接走 马上要结婚了 新娘找不到怎么跟亲戚朋友交代 他就一直等在丈母娘家的门口 突然看到丈母娘在窗户口做饭 就问丈母娘冰冰去哪了 丈母娘一句话都没说 直接关上了窗户 男友当时怀疑冰冰肯定是没经过自己同意前往了福建 那么是什么事情 致使冰冰在结婚前夕逃婚呢 在此之前就没有什么征兆吗 男友说的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小的矛盾 他说他想去福建那边工作 什么说的 然后我说 那行 等我们结完婚 咱们再说是不是 我房子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目前最大的事情就是结婚 然后他那一天 他突然整个人都变了你知道吧 那两天整个人都变了 突然给我翻脸 之前我俩还好好的 然后每天聊信息什么 他去工作 然后我发 我工作有一个发法 对吧 然后那一天他突然 突然变了 他说 他住过头来 就是我那个很冷漠的时候 我现在就是 我想去福建工作 然后结婚能不能放一放 我说不行吧 我说 我说就是咱们已经 这个已经定好了日子 什么都已经商量好了 家长也见过了 是不是 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 然后人家 然后他他很敷衍的就 好行吧行吧 然后人家这些 直接后来第二天 人家就直接走 忽然还是走了 走了 没人了 男友表示 和冰冰之间并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 只是冰冰提过一嘴说 要去福建工作 当时房子已经准备好 双方家长也见了面 情帖也发了出去 就等着结婚了 男友认为 结婚是头等大事 其余的事情 可以结婚以后再说 而冰冰却很敷衍的同意了 结果第二天 就直接消失不见了 此时男友愤怒的指责冰冰 是不是你演的 我问你 我演什么了 我觉得你 你能不能 超胖 女士 要说你是单纯还是说你装呢 人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 一头就是三百万 还给你三成股份 真觉得自己值九十万呀 人家不图你人 图你个啥 换个地方换个人 将女士你能值这个价吗 心里真是没点数 沈先生这八年来 对江女士的感情 那是处心积虑的 男闺蜜永远不可能变成男朋友 沈先生自己都说了 他和江女士的感情 就是友谊之上 恋人未满 那何必现在还苦苦纠缠 爱情里面 不分先来后到 不爱就是不爱 不会因为你等了八年 就会爱上你 沈先生现在 把这层窗户指筒破 以后还能做朋友吗 你还记得 你们当初怎么认识的吗 记得 你第一句跟他说的是什么 你好高啊 江女士第一句 给你老公说的话是什么 我说 我谢谢 破经能否重圆 或许能 或许不能 三个人的爱情太拥挤了 两个人的爱情 还是要继续的 祝他们能友好的走下去 在这里借用一下谢律师的话 在感情当中 暧昧总是危险的 不要为暧昧 找其他的代名词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博凯 我们下期见 这葡萄这有吗 这三葡萄这 你给我玩的 不怕小孩 我不怕太劲了 嗯 这这小就怕太劲了 你去着看 我下两角 我就 这个是网易达 这个是网易达 找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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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也找人的 这个葡萄老师 把人家给买 来 来 来 看不着找了 找叔叔了 找叔叔了 找叔叔两个 给打人 老爷 老爷 你们两个都送 特殊的一股 一头一头 要挠你 对 能挠脸吗 挠脸 要挠脸 要挠脸 对 扣着 妈 把小店搞好 我去看他下一家要养 那好 来 照播 现在不能 我给你 坐下手 坐下手 就没说了 打在家 不打一下了 再打一下 这会儿再套一个 我们打人家 吃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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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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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还可以 男性的将来对他的生育 各方面影响也是不大的 假如现在的五年生存率 是90%以上 就说大部分人可能 就跟正常人一样 走完一生的 医生的话 直接拆穿了阿诚的谎言 就目前来说 阿诚的身体很好 并且也不会出现 什么复发的现象 所以他所说的 不想拖累小倩 全是说字 只是为了给自己 抛弃小倩 找一个借口 同时医生的到来 也让大家知道了 小倩的不容易 就这样一个好女孩 阿诚又如何狠心 要将她抛弃呢 对此主持人 也是十分疑惑 这我就奇怪了 您是为什么要跟人分开呢 对你这么好 是因为我胖 一直我就感觉 我是在报答你 你在报答我 真的我听了你说这话 我不如救个伴了 眼看谎言瞒不住 阿诚则一改常态 直接厚颜无耻地 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而一旁的女友小倩 听到这话 更是直言自己眼下 怎么会遇到一个这样的男人 自己省吃俭用 费尽心力 只为给男友治病 可换来的 却是对方的无情冷漠 但小倩深爱男友 即使男友这么对待 她还是不想和男友分开 于是便想最后 是一下能不能挽回男友的心 就即使你现在 你不能工作 她现在不工作 她没法工作呀 因为她刚大病出狱 我也是怕 那她靠什么生活呢 我现在就是出去工作 然后挣一些钱 我们一起节省 那她生病期间 这一年半的 所有的钱 都你筹的吗 对 我记得她 你最后一次 131点话的时候 去年的圣诞节那天 然后我找了一些好朋友 在大街上卖报纸 我们东北那边 零箱二十十八九度 我当时看过那些朋友 还有大人 有小孩的 拿着报纸 动得脸痛哄 我当时我是边哭 边给人家解释 我说我爱人得了病 我难不难 别哭啊 听着小倩说的一番心里话 在场的人都为之动容 这么一个好女孩 竟被这样对待 真是天理不容 而主持人 更是忍不住出言安慰 她要真这么白眼狼 咱也不要 你是真的不爱她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你告诉我 没有 就是怎么说 年轻人们 谈谈谈谈不来中可以分吗 性格确实不合 你为什么强行非得让我跟俩在一起 性格不合 那是理由吗 一年多 性格一直不合吗 不得不说 阿诚的脸皮是真的厚啊 对于女友的付出完全抛之脑后 都到现在这个地步了 竟然又编出个性格不合的理由 小倩真的是遇人不说啊 自己费尽心思到头来 却就这么一个白眼狼 而主持人看着这样的一幕 更是气得说不出话 我气得也没话说 你们问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一上来 马丁老师便问了阿诚一个问题 但如果知道他接下来的回答是什么 恐怕晦气的当众唾骂的 你当初跟他刚开始在一块的时候 是相爱的吗 Top 4 少认 oblivion的 消息 亭 失败了 稳妁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和丈夫体贴温柔和自己无话不同 可结婚后一切都变了 而当母亲拿出协议书时 她竟然直接签字 抛下了怀孕的她 这让乐童对她彻底死心 看着眼前挺着肚子委屈的直调类的妻子 胡刚说起了两人过去的种种幸福 我觉得我们的感情还是有的呀 你不能因为这么一个事情是不是 就抹杀我们所 以前所有的的过去啊 对不对 不要被她的甜言蜜语所迷惑 你看我们以前对不对 你妈反对 你妈反对我们这个结婚 我们两个人偷偷地把这个结婚证给办了 你忘了吗 对不对 你像我们一起生活 我知道你也迁就着我 你知道我吃饭口味重 你每次做菜 你都给我 都专门为我做的份 我记得 我真的记得 我也知道当时我工作的时候 我赚的钱少 我知道你始终鼓励我 我都记得 我觉得我们 我们将这些事情解释清楚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机会的呀 胡刚真挚地向妻子表达真心 也坦言承认离婚这件事 自己确实错了 他希望妻子 可以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然而对于丈夫的忏悔 乐童觉得十分的可笑 自己回娘家一个月 如果丈夫诚心想求和 早就接自己回家了 可自己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 现在竟又到跑到节目上求和 实在是过于可笑 随后 乐童又说出一件惊诧众人的事情 这里面的人是谁 你不要告诉我 你这里面不是你 那个女人是谁 你告诉大家 她是谁 所以胡刚才你怎么解释呢 这个确实是我的前女友 但是也是我的大队同学 当时我们相处过一段时间 这个女的女孩 乐童也是认识的 当时我和这个女孩叫丁纯 我和她交往一段时间以后 通过丁纯认识了乐童 后来我就觉得乐童可能更适合我 然后我就 跟丁纯分手了 然后跟乐童在一起了 后来我们就是只是普通朋友了 那这张照片怎么解释 为什么是她在这段时间里面 跟你在一起呢 我这段时间 我为了我照顾我妈 我真的是毛晕了 并且我妈也正好是住在她的医院里 只是巧合吗 对 只是巧合 刚刚还嘴硬的胡刚 看着妻子拿出的照片 直接傻眼了 在妻子回娘家的一个院里 她赫然和前女友出现在了用意空间 可面对妻子和主持人的质问 她却称这一切只是巧合 是因为母亲住院正好住进了前女友的医院 那么对于胡刚这苍白的解释 乐童会相信吗 胡刚你不要 不要狡辩了好不好 不要相信她 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 你有觉得你有必要再这样说吗 你认为我还会相信你 能相信你吗 乐童 我当初也说过 你可以不跟我在一起 你可以选择她 我没有 没有问题的 但是 你非得让我有了孩子之后 你再逼我这样选择吗 如果说我要是和她有什么的话 你想想我今天我能来到这里吗 我还能来这样复婚吗 不可能的 乐童 我和她真的是普通朋友关系 你得相信我 此时胡刚的解释 在乐童眼里就是苍白的辩解 见妻子无论如何都不相信自己 无计可视的胡刚 只好把前女友丁纯请上了台 胡刚能否自证清白呢 你解释一下你的照片是怎么回事 你们俩为什么要去宾馆 去干嘛呢 还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让我怎么想 那个照片的事情 你知道她妈妈住院 正好在我工作的那家医院 那天我当班正好去看望阿姨 然后看见阿姨躺在病床上 胡刚躺在她妈妈的旁边 她整个人都瘦了一圈啊 我当时就劝胡刚我说 你回你自己的宾馆去休息一下 我这有